一个较大的学生在服刑之后就习警罪上诉 高等法院法官在判池说 原审裁判官认错了人 裁定他上诉得值 何家迅报道 前年9月2日 多人响应网上呼吁参与不合作运动 阻碍港帖运作 大批警员到乐副站追捷 其中20岁较大学生贾云龙 被控非法滋扰港帖列车服务和习警 他承认公众防妖罪 习警罪今年1月 在官堂法院被裁定罪成 被判入奴教中心 当时负责审理的裁判官屈黎雲 接纳警员的证供 说被告手持梁霸姐用身体撞向警员 法庭有责任保护他们 要判处阻吓性刑罚 已经完成服刑的贾云龙不服 就定罪向高等法院上诉 说片段影到事发当日 涉嫌集警的人是戴绿色口罩 他自己是戴黑色面巾 认为裁判官是错误断定 他是最先被警员追赶 涉嫌集警的黑衣人 法官张惠宁判辞说 仔细考虑控方证人的证供 和重复看片之后 确认所有影片 没有出现贾云龙冲向警员的情节 也都见不到他习警后转身逃走 认为原审裁判官确是认错人 但法官认为这个错误判断是可以理解 因为当时贾云龙出现的时间 和原本被警员追捷的黑衣人非常接近 他亦要多番重复看片 才能够发现两者并非同一人 基于洪放未能够在毫无合理疑点下 证实贾云龙有习警 最终裁定他习警罪上诉得值 撤销定罪 由线电视记者何家俊报道